每天画重点,聊天谈话有重点,同学好,欢迎来到成语画重点,我是成语小老师,本堂重点要和同学介绍一个用来形容神情的成语 开始前别忘先点赞和开启小铃铛哦,这样同学才能第一时间收到影片通知哦 准备好了吗?那我们开始进入本堂重点 左顾右盼 用在左右观望的表述上 左看右看,四处观察 形容质得意满的样子,于本三国位,曹植语无计重书,后易用左顾右盼指左看右看,四处观察,或顾虑太多,犹豫不决的样子 相似词 东张西望 畏首畏尾 瞻前顾后 相反词 目不斜视 目不转睛 典故说明 左顾右盼原作左顾右勉 这句成语是用来形容一个人质得意满的样子,在曹植的语无计重书中的左顾右勉,为若无人,是曹植赞美无计重文武双拳,意气风发,纵横古今,没有人能与他匹敌 后来左顾右盼这句成语就从这里演变而出,用来形容质得意满的样子,出现左顾右盼的书正如堂,李白走笔赠独孤,附马师,都为朝天月马归,相风吹人花乱飞,银安子控照云日,左顾右盼声光辉 这里的左顾右盼声光辉,也是用来形容一个人质得意满时的神态,后意用左顾右盼指左看右看,四处观察 后意用左顾右盼指左看右看,四处观察,如,警示通言,卷四时,金阳宫铁树正邀,却说郭仆先生,行到山路之下,前观后查,左顾右盼,遂将罗金下针,审了方向 或者顾虑太多,犹豫不决的样子,如名,理智焚书,卷武,读史,孔明为后主写身喊管子六套,已故瞻前律后,左顾右盼,自己既无一定之学术,他日又安有必成之事公耶 例句 他上课时十分专心,从来不会左顾右盼 他对着镜中的自己左顾右盼,十分满意自己的新造型 以上就是本堂重点,我们下一堂重点再见